海地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国,连近多名尼加、古巴和麦西哥等国家。 位置在北美洲板块和加勒比板块的边界之上,近年曾经发生两次尼克特制7级以上的地震,为当地带来严重的伤亡和破坏。 2010年1月12日,发生了尼克特制7级地震,震样位于海地首都太子港,西南25公里,震源距离地表13公里左右,属于浅层地震,之后再有5次5级以上的余震。 当地估计,今次地震带来逾30万人死亡,更加有超过100万人无家河贵。 11年后,仍在重建中的海地,在2021年824日,再次发生尼克特制7.2级地震,震样在首都太子港以西,约125公里,震源深度10公里,亦属于浅层地震。 这次地震造成300多人死亡,1800多人受伤,大量的房屋倒塌和损毁。 海地两次的地震之所以造成严重破坏,是因为两次地震都是浅层地震。 由于浅层地震的震如较接近地面,释放的能量传送到地面的时间较短,消耗较少,所以破坏力就会比较大。